地藏王菩萨所说的地狱不空,是不成佛的地狱,指的正是世人杂念重生的烦心 也就是指世人执着于烦间有形有相的那些物质 而心被物质所囚禁,不得解脱的那一颗杂念重生的烦心,就是地狱 因此这一句话真正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世间人有杂念重生的烦心,而不将这些杂念完全清除殆尽,达到一念不生之境界的话 那么就势必永远无法真正觉悟而成就佛之果位的 而众生度尽方正菩提,这一句话的原意也是如此 所谓众生啊,不是指娑婆世界中的那些万灵苍生而言 而是隐喻我们世人执着于烦间那些有形有相的物质 从而不得解脱的杂念众生啊 因此啊,整句众生不尽方正菩提 这一句话的真正意思啊,是说,世人执着于烦间那些有形有相的物质 得不到解脱的杂念 一定要一一的让他们由痴迷的此案到达觉悟的彼岸 如此啊,才能算是真正的彻底的觉悟解脱 世人烦心中的每一个杂念若能彻底的觉悟的话 那么原来被物质所囚禁的那些个杂念不就彻底的清空了吗 心中的杂念没有了,地狱不就空了吗 而心中的地狱空了,不就是成佛了吗 佛啊,就是指觉悟的意思 而每一个人的烦心杂念若是能彻底的觉悟 那不就是一个大觉者吗 而大觉者就是佛的另外一个名字啊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